我们这讲主要就是布置一下MySoccer项目的一个进阶的一个作业 那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把我们在项目开发当中 我们对于数据库这一块的一个开发给它独立出来 然后做成了一个MySoccer进阶的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主要就是我们在学完这个MySoccer的一个进阶课程之后 那我们需要检测一下 我们是否学到了我们要求所掌握的这些知识 那我们可以通过做这样的一个作业去检查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项目 它主要就是一个仓储管理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仓库管理这个项目的话 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包括我们的一个采购申请审批 以及我们的一个库存的一个管理 那这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模块 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的 主要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创建这些表 这个表的话 主要第一个表 它有一个货物基本档案设置的一个表 那么另外我们这个数据库 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最好把它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编码格式 给它设成TPK 这个也是我们在MySoccer进阶当中 我们讲过 如何去设置我们整个数据库的一个编码格式的 这个是货物基本档案设置表 在这个基本档案设置表里面 那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字段 这些字段每个字段 它的一个含义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 那么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比如说什么叫警戒底线库存 什么警戒底线库存 底线库存这些 那么这些呢 主要就是业务当中的一些专业数语 另外就是一个采购申请 采购申请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 它的一个整个实现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一个采购申请表 这儿有一个采购审批 采购审批的话 以及货物这一个采购 那么这些也是一个采购信息的 一个数据表的一些 相应的一些字段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入库 这个入库 它的一个业务是发生在 我们采购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货物给它入库 那么入库所设计的这个数据库 就这样的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呢 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创建的 包括这里面有些入库查询 什么出入库统计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编写箱子 收购业务去实验了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的话 就是创建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的话 也是根据我们myshocker 进阶这个教程当中所讲的 逻辑创建这个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 我们要根据采货时间 或者货物名称 以及采购的一个起始 和截止时间进的一个查询 那么这一个视图 它所显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包括我们货物的一个信息 以及采购的信息 那这里面呢 就列举出了我们采购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视图 它相应的一些之段 另外一个视图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入库的一个操作 这里面也是我们的一个 视图所需要显示这个之段 第三的一个作业的话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显示当前月份的一个入库商品 以及入库数量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的话 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 就是传一个年份以及月份进去 当我们把这个年份 以及月份传进去之后 那么通过这个存储过程 就会显示当年 以及这个月份 它的一个入库商品 以及入库的数量 而第四的一个作业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主要就是用 获取某个商品的一个计量单位 传输的这个参数为商品编号 因为我们这个函数 它是有个返回值的 那么返回的就是返回这个 商品的一个计量单位 那么这个是和我们的一个 商品的一个表相关联的 这里面有一个商品表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货货表 也叫商品表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计量单位 那我们传的是这一个货物的一个编号 传进去之后 那么它会显示出我们的一个计量单位出来 第五的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创建一个触发器 但这个触发器的一个作用就是 当我们有新增商品的时候 默认会向我们的一个入库表里面 新增一条数据记录 新增的这个商品库存数量为0 比如我们新建一个苹果这样的一个商品 那么新建这个苹果这个商品之后 那么它会自动的向我们的库存表里面 去插入一条苹果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数量记录 这个库存数量记录就是0 而第六的一个就是我们关于我们这个表的一个锁定 以及我们的一个事务操作 这个事务操作的话主要就涉及到 当我们这个库存表的这个数量添加成功之后 因为有库存表这个数量添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锁表的一样的操作 这个操作就是一个写锁的一个操作 写锁这个操作 有了之后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添加这个数量 更新到我们的一个商品表里面的这个库存数量 实际上这里面也会涉及到这个一个之段 就是我们在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货物的一个基本信息表也叫商品的一个信息表 商品信息表里面它有一个库存数量 这个库存数量的话它实际上呢是由我们这一个 入库数量然后计算出来的 就在另外一张表道中有一个入库的一个数量 那么这个数量的话它有一个写锁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呢这里面也会涉及到一个失误 只有当这个入库数量 更新成功之后那么另外一张表的这个数据才能更新成功 这里面也就是一个失误 以及我们这个锁表的一个操作 第七的一个那我们这一个库存表 它的一个数据可能会非常大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去创建一个索引 那么创建这个索引的话 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仓库和供应商来创建一个索引 这里面也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谓的一个操作 第二个呢就主要就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些维护管理 这个数据库的维护管理第一个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用户管理账号的一个分配 这个用户管理账号的分配的话主要就是包括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系统用户分配管理员与普通用户 当我们创建一个管理账号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分配的是一个对这个数据库 它的一个权限操作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它包括所有的操作权限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账号就是admin 密码是12356 那么它具有对该数据库操作的一个最高权限 类似于我们的一个root权限 但是呢它只是针对我们这个仓库的一个数据库 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再创建另外一个账号 那么这个账号叫st然后密码呢是12356 这个账号呢只能对数据库做一个查询操作 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数据库做一个查询 第二个主要就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定期维护计划 这个数据库一个定期维护计划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每日凌晨 我们检查数据库表当中的这个入户数量 如果说这个入户数量为0的这个数据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三次操作 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定时器 这个定期维护计划也是在我们mysocket进行的教程当中所讲解的 第二个呢就是要对我们的一个入户表进一个表分区 这个表分区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一个range分区 第三个就是我们对数据库进一个备份 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备份来我们可以采用人工的一个备份 就是我们在mysocket进行教程当中讲过的mysocketdump 这个命令我们通过这个命令进一个数据库备份 第四的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数据库表进一个分析检查和优化 第五的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监控我们这个mysocket的一个运行情况 以及当前的一些连接数 第六的一个违复的话就是我们设置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慢查询时间为5秒 当我们有慢查询的一个socket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慢查询这个socket 记录到我们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当中 好这就是我们关于mysocket的进阶项目的作业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